莫言说,烂掉的水果,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因果循环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强弱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弱者被认为需要保护,而强者则被期望,然而面对矛盾,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境界,造就不同的人生。 比如,爱因斯坦就说,弱者报复,强者原谅,智者忽略,这句话有何深意呢?祸不忘智,福不徒来,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 弱者报复,东汉谋是法政,智谋超群,才干卓著,却被世人诟病为小人。 三国志曾评价他,雅字之愿,无不报复。 他早年曾在刘章麾下任职,由于不得重用,受到同僚欺辱看清,心中埋下了深重的仇恨。 眼看刘备日益壮大,法政主动投靠新主,并协助其拿下了刘章所在的义州。 这回,有了权力的支撑,他的复仇之火彻底燃烧起来。 他开始罔顾法度,肆意报复那些曾经欺压过自己的士族,降级,斩杀,抄架,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连别人一瞪眼的小失礼,也要加倍奉还。 正是这样的小肚鸡肠,让他及时功勋卓著。 依然受人耻笑,留下骂名。 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会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心胸狭窄的人,挥剑向别人的时候,必先刺伤自己。 早年间,老家有个邻居,眼看自己年纪大了,便张罗分家。 因为对自己分道的地位置不满,这家的大儿子不仅大闹了父亲家,还和亲弟弟,愤怒绝交。 可这还解不了他的气,他之后一直心存怨恨,处处为难,甚至偷偷放牛啃弟弟的庄稼,怂恿地痞去他家闹事。 起初刚分家时,大儿子四处哭诉父亲不公弟弟贪婪。 还得道了不少乡亲们的同情。 直到他越做越过火,风向反而渐渐逆转,不仅自己被相邻孤立,甚至因为坏名声影响了自家孩子的婚事。 就像有句话讲的,人生市场轮回,所有抱负都会带来反噬。 被人欺负,就以暴制暴,最后只会两败俱伤。 遭人闲话,就恶语相加,只会耗费时间精力。 只有弱者,才会纠缠于烂人烂事,最终让自己葬身其中。 网上有段流传很广的对话,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资诸必较的人,习惯事事把自己的利益放第一,常常损人不利己。 内心强大的人,却总能共情他人,常怀悲悯。 倪婷曾在《姥姥语录》中提到一件往事。 解放初期,有个邻居将十几匹布藏到了姥姥家中,以防自己被化为妇农。 姥姥说,那半年里,自己成天成夜的担惊受怕,没睡过一个好觉, 但想着邻居的处境,再难也硬是忍了过来。 谁知多年后,邻居为了自家孩子虔诚,竟然将姥姥藏布的事揭发了出来。 姥姥气得嘴唇发子,但到最后还是没忍心责怪一句。 甚至到了秋天,家里的苹果熟了,还和往年一样让孩子给他们家送点尝尝鲜。 倪婷觉得姥姥太傻了,她却感慨道,家里五个孩子,不容易啊, 他们做了这样的事,估计也要内疚一辈子。 姥姥选择原谅,并非因为软弱,而是在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身上, 有着一份设身处地的善良和海纳百川的慈悲。 有一个故事,曾让我受益良久。 一位困于梦魇的中年人,上山向大师求助。 在梦里,他总是看到那些害过他的人被锁在一间小黑屋里。 苦苦缠道,大师听罢递给他一枚钥匙, 叮嘱他下次去梦里打开房门。 男子照座后,发现那些被释放的人纷纷笑着走出房间。 而最后一个从小黑屋里走出的,竟是他自己。 也是自此,中年人彻底摆脱了梦魇。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怨恨他人何尝不是在折磨自己。 况且,这个世上多的是遍体鳞伤的人和言不由衷的委屈。 为了生存,谁不是应劳死撑,为了家人,谁不是拼命努力。 王尔德曾说,我必须饶恕一些事,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在一种荆棘。 有时候,饶恕别人的过错,其实也是成全自己的释然。 强者原谅。 佛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彼此之间的伤害很难避免。 凡是看淡一些,不要满怀愤怒,怨气冲天。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心中装着怨恨,也就失去了阳光与温暖。 原谅别人,是放过自己,放下别人的错,就是解脱自己的心。 有一句话是,宰相度里能撑传,王安石心胸宽广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宋朝宰相王安石,终年丧妻。 后来续娶了一个妾娇娘,姑娘年方十八,出身名门,长得碧月羞花,琴妻书画无所不通。 因为王安石天天都很忙,所以最后娇妻和他的仆人好上了。 王安石知道后,不仅没有责罚,反而忍了下去,最后还成全了娇娘和仆人成亲,远走他乡。 这是很快传了出去,人们对王安石的宽宏大量,深感敬佩。 正所谓度人亦是度矣,放过别人亦是放过自己,真正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不强加于人,不为难他人,不计较于别人无意的过失,不轻易记恨别人。 这极是一种高贵的美德,也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赢得朋友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在《蔡根坛》里有一句话,以宽容之心待人,心中荣德万物,方能恩责良久。 真正的强者,总是能学会原谅。 当你放下过去的怨与恨,也就消解了彼此的矛盾和隔阂。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婉主持朝政, 他的属下有个叫杨夕的,性格孤僻,乐于言语。 蒋婉与他说话,他也是只应不答,有人看不惯在蒋婉面前嘀咕说, 杨夕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像话了。 蒋婉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 让杨夕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 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会觉得我下不来台, 所以他只好不作声了。 众人听后,都赞讲完,宰相度里能撑传。 有一句话说,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来风平浪静? 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开阔,却能去理解和宽量他人。 清代有两位杰出的画家,一个是金东新,另一个是王征。 金东新除了精湛的画迹之外,更有铅和待人的哑量。 因此深受世人的敬重。 对此,王征一直心存极度,怀恨在心,因此时时刻刻都在针对金东新。 在一次聚会上,九过三巡之后,有人提议以柳旭为题作诗, 王征有意争先,脱口而出。 非来柳旭片片红,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柳旭明明是白色的, 怎会是红色。 正当众人面露鸡巢之色时,金东新却拍手较好, 在其之前附上一句西洋反照桃花度。 众人细品之下发现,在西洋的映照之下,柳旭自然变成红色。 于是,一句话解了王征的尴尬。 动漫大师宫崎骏的一段话,内心强大。 才能道歉,但必须更强大,才能原谅。 有时,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 越去较劲,越会让彼此的隔阂越来越深。 只有当你学会包容,才能换来真正的兵士前嫌。 智者忽略,智者往往活得清透,心胸宽广, 为人豁达真诚,内心强大。 二战期间,甘迪因不忍被英国殖民者残酷压榨, 想要带领印度民众把英国人赶走。 可在当时,这个想法无异于做白日梦。 当时的印度极其落后,各种宗教纷争不断, 很多人徘徊在饿死的边缘, 想带领这些人去对抗英国的飞机大炮。 实在荒唐,但手无寸铁的甘迪做到了。 他召集了一群赤手空拳的平民, 去英军驻守的地方去无声抗议。 他告诫大家,无论英军怎么打我们,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英军看到后就开始暴力镇压, 拿枪打他们,拿刀砍他们, 他们既不还手,也不闪躲, 只是一直向前走。 倒下了,就接着爬起来, 死掉一个,后面接着补位, 无数人头顶鲜血继续前进, 一点都不在乎英军的伤害。 他们身上显现出一股无形, 却又坚不可摧的力量。 英军被这个场面吓傻了, 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怕。 后来,这是传回了英国, 很多英国人觉得这太过残忍, 甚至风度丢尽,也开始抗议。 同时,追随甘地的人越来越多, 英国高层最终受不住各界压力, 撤出了印度。 爱因斯坦德之后, 禁不住感慨。 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 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 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就是对伤害不在乎, 甘地正是以一种物理立场, 来面对这些英国人。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处事立场, 不为外界所扰动, 就是用一种纯粹客观的眼光 看待所有的人和事。 越不在乎, 越是强大, 正如佛教中的无为一样。 这样的人, 就是真正的智者, 世界因他们而改变。 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造就不同的人生。 人一生, 总要努力摆脱弱者心态, 抛弃报复心理。 当个强者, 学会原谅自己和他人的过错, 就能快乐知足。 当个智者, 让生活诸多的愤懑和争执, 如过眼云烟, 便可洒脱逍遥。 祸不忘志, 福不徒来, 更多国学知识, 就在国学子弟班, 欢迎订阅。 都在国学习。 请不吝点赞, 卖息订阅。 我们下班的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